网友留言 小猴子你好 我问你一下 2022新款马自达昂克塞拉和2023新款大众朗逸 哪更好一些 那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问一下粉丝不会和老铁 如果让你去选择10多万 你会选择昂克塞拉 还是说新款的朗逸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帮助帮助他给他个建议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在浪管车头的发动机变速箱 加车车或者车身安全上 到底哪更好 首先车身安全上 这个马自达昂克塞拉整台车的框架 都使用了1300兆兆的高强度钢 A座B座更是达到了1700到1800兆兆的热设计钢 所以车能强度上 绝对比这个朗逸要好太多了 那么这时候发动机 这个买昂克塞拉 它有1.5层 还有2.0升的智安器器 买一买2.0升的 本来智安器器就没有沃伦塞拉的加持 买一买2.0升的 动力是非常公用的 匹配一个马尔达自主研发的6ET变速箱 这款变速箱 皮次耐用性 耐道性是非常优秀 7母身这个行星齿轮组成 通过节误使用6五档位 皮次耐用性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个朗逸呢 它有这个1.5升1.2T和1.4T 怎么选呢 再不就选择1.5升 动力虽然没有那么好 它匹配的爱心6ET变速箱 非常皮次耐用 紫薯油加92号汽油 121发动机 是吧 都是121 那么1.2T不能买 你选择沃輪 尔辛丹 就算好的动力 那么1.2小温轮 排量的这个发动机 绝对不能买 买去买 一点尸体 今天动力非常好了 150的马力 但是说它匹配的是一个干挡的 7挡的干素双力合 这双力合虽然开起来很爽 很过瘾 纯能消毒高 但是它最怕拥堵 城市拥堵 它genes content 它是高温 一想出毛病 炖出来 所以说这个变速箱 非常拉胯 要是7挡 4x双力合 我还建议你购买 因为四四那么里面有润滑油在那里请的 它三种更好 干四那么靠风降温 没有风跑不起来 懂车堵车路面 它怎么跟降温呢 是吧 所以说虽然动力好了 但是变速箱很拉胯 所以说如果对动力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尽量选1.5层的朗逸 非常不错 没有必要为了一点点操控动力好 失去了耐用性 家用车吗 稳定更重要 对吧 那么如果说这么一说呢 还是选择昂格萨拉更好的 2.0层吗 昂格萨拉唯独不如朗逸的 它空间稍微小一些 特别是后摆空间小一些 如果喜欢操控的 你选择这个昂格萨拉 它的两台车都是这个 前半部性后面扭力量行挂 但是人家昂格萨拉是 存进口的后扭力量行挂 不是国产的 它是一式性成型 扭压无缝链接 扭压成的一个扭力量 所以说刚度强度 支撑性更好一些 特别是过转摇弯的时候 它的操控要比这个 哪一好太多了 它是这个一式性无缝链接 汉捷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旋观 日本叠型仿生技术 一个钻力 这点是这个 朗逸比不了的 除了空间上 朗逸比这个昂格萨拉好 驱逐部分没有一点能超越 这个昂格萨拉的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这个昂格萨拉 非常优秀 当然车辆的时候 发动机声音比较大 但这车质量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建议呢 是昂格萨拉 再不过选朗逸也可以 选1.5升这个 也是非常不错 非常优秀的 都能用作 都是主流车型 很不错 那有没有买过 开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义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